Diration还是Diration 就是这个这个词 怎么样 这个词就是和那个smoke不也是嘲笑吗 这两个有啥区别 跟哪一个字 smoke就是嘲笑 Mock Mock M-O-C-K是不是 M-O-C-K-N OK好 这个这两个字 Diration 跟Mock Mock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嘲讽 讥笑 什么这些东西的 Diration的话一般来讲 比较少 用比较少用 但是你要说他们做什么比较的话 我觉得好像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嘲笑人家呀 或者什么东西的话 很少用这个Diration这个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古的字 比较少用 如果是要看看区别开来的话 Mock的话比较 好像就是说 Diration好像是 觉得好像人家在嘲笑你 有点像东西笑评那样子 比如说你在模仿什么事情 然后觉得你做的不像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比较是这种的 开玩笑的这种情况 Mock的话比较 我们现在英语里面来讲 比较多用的 就是都是指这种Mock 用Mock Mock的比较不限制于说 你模不模仿 Diration这个字比较是 好像你东施笑评 你看人家女生穿一个什么 什么鞋子高跟鞋很好看 你也去买双高跟鞋 但你都没有想到 你自己连走路都不会走 这种情况 比如说他嘲笑你的 藐视你的行为呀 或者是通常是有一个 你做的一个动作 一般来讲都是你做了什么动作 你表演了什么事情 让人家觉得你很无聊 你做的一件事情 让人家觉得好笑 这样子 所以是Diration Mock呢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Mock你任何可以 都可以嘲笑你 你不一定要做什么动作 去让人家嘲笑你 OK So it claps his hand in derision 指的是说怎么样 他嘲笑他 他为什么这个地方 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嘲笑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因为这个风 有没有 这个东风 毫不留情的对着他 他拼命的想逃跑 他那个做那个动作 就让人家觉得好笑 所以是N Derision 他就嘲笑他 他所做的那个事情 那个动作 Mock就不一定 Mock比如说像耶稣上 上这个十字架之前的时候 他们给他 他们故意要嘲讽他 给他头上戴个荆棘的冠冕 写一个犹太人的王 然后给他穿个紫的袍子 你不是要做王吗 来我给你做紫色 就是王的颜色 给你穿这个袍子 头上我也给你戴个冠冕 你不是王吗 耶稣本身没有做什么 小丑的动作 或者让人家觉得好笑的 是他们想尽办法 要侮辱耶稣 要去嘲弄他 所以Mock的范围 就比较广泛 你不一定要做什么东西 你没有做什么动作 对方也可以嘲笑你 N Derision比较多的是 一个人比如说东施笑评 做了一个模仿的什么动作 或者他们做了一个 什么事情的话 他们来嘲笑他 有具体的行为 对 做一个什么行为 对 明白了老师 另外还有两 还有一个